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小助理和他的大明星 第28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那几小时不见,换算下来,也如隔好几天了吧 蓝青玄今天也是服了金夏 金夏,这是女主的剧本 你拿对我想要我一人分饰两绝吗? 金夏,这一百度的开水泥也不掺点两百开进去 我舌头都起泡了 金夏,拿一下手机,你怎么把我充电宝拿来了 心不在焉的金夏 平平出错,日常已经习惯了 她细心周到的蓝青玄,真是有苦说不出 她毕竟也不是那种苛刻的老板,对待员工 她喜欢如春风般温暖 对不起,小蓝,我昨晚没睡好 今天有些不在状态 小蓝见她眼角寒春,时而沉默,时而傻笑的样子 也不像睡不好的样子啊 你昨晚为啥睡不好啊? 我有退黑素要不要给你一瓶? 不用,不用 我今晚就能睡好了 金夏连忙拒绝道 她总不能说自己想男人,想到失眠吧 那样,她清纯内敛的形象不就不饱了吗? 再说,今晚应该就能和陆毅在一起了,她吃退黑素那晚一干嘛 陆毅就是她的退黑素 想到这里,捂着嘴 偷偷笑了起来 金夏,你还是去给我拿盒饭吧 你这副疯疯癫癫的样子,我怎么看着甚得慌? 哦哦,金夏赶紧跑开,对于吃饭这件事 她还是愿意全力以赴去完成的 等拿好饭 正打算开始吃的时候,陆毅发了信息过来 吃饭了吗? 金夏拍了一张盒饭的照片给陆毅 马上开吃 陆毅贴心地回道 今天伙食不错,有你最爱的鸡腿 那你快吃 吃好了,再回我信息 嗯嗯,陆毅想了想 自己出差这件事,还是等金夏吃完饭再和她说吧 她最怕挨饿,要是这件事影响了她吃饭的心情就不好了 一想到她啃鸡腿可爱的模样 陆毅就恨不得马上开车去看她一眼 可惜,陈福那傻大哥偏偏买下午的机票 吃好了 金夏不一会儿就回了过来 陆毅,怎么吃那么快? 金夏,现在午休 我快点吃,还可以多和你聊一会儿 她用了人生中最快的速度吃了饭 现在正猛喝开水 陆毅,我给你点了杯外卖 是你最爱的羊枝甘露,稍后就会到 金夏,谢谢 金夏收到羊枝甘露的外卖的时候 觉得这真是自己喝过的最好喝的了 香甜的芒果混合着清口的椰浆 吸一口,还能感受到吸又在嘴里崩开 金夏,好好喝 陆毅,那就好,明天我再给你点 金夏,我好幸福 陆毅有些犹豫地回到 我等下要去趟青海 要四天后才能回来 金夏看到信息,顿时愣住了 她今晚想做的那个梦碎了 嘴里的羊枝甘露也不甜了 酸酸涩涩的 哦,注意安全 不知道该说什么 心里虽然很舍不得 可知道这是她的工作 她也不能多干涉什么 可还是不由得难过的眼眶发红 陆毅,乖乖等我回来 我给你带那边的特产好不好 是牦牛肝,听说特别好吃 你个小馋猫一定喜欢 金夏知道陆毅已经在哄自己了 那自己一定不能做一个任性的女朋友 让她糟心 她要懂事,体贴 还是打起精神 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回复道 哇,你真好 记住有别的好吃的也要给我带哦 记住要把你的行李箱装满 陆毅见她似乎没那么难过 放心了一点 好的 一定一定 金夏如行尸走肉般地游到小兰面前 小兰,你刚说的退黑素放在哪里啊 金夏 你今天怎么了 这么奇怪 哎,你不说的话 我自己去你房间里找了 在书房的柜子里 看说明书吃啊 金夏没有灵魂地回了一句 知道了 深夜 金夏睁着眼睛 看着天花板 两人在一起 才短短几天而已 她的爱就如那潮水般 涌出 她想找到缺口 把她塞住 可是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河水 把自己淹没 只有陆毅可以救她 但是她没有拉她 而是和她一起沉沦 她好想感谢陆毅 感谢她也这么爱自己 让她体会到了一份对等的爱 她的细心 她的温柔 她不说话 却会静静地看着你 她的眼神 就像最遥远的极光 金夏没有见过极光 可是她知道 陆毅就是她的极光 陆毅 怎么办 她没有吃退黑素 她还是选择在慢慢长夜里 想她 她应该在想 她的过程中 静静入睡 这样 她就一定会梦见她吧 怎么了 我到了 深夜才入住宾馆的陆毅 第一件事不是洗澡 不是躺床上 而是掏出手机 给自己的女孩发信息 你到了 我就放心了 我是想问你 太爱你了怎么办 陆毅止不住心头 那慢慢溢出的笑意 看了一眼窗外的天空 意外地竟然看见了星星 那每天和我说一次 你爱我 金夏把自己蒙进了背哦 这时陆毅打来了电话 金夏 这么迟了 还不睡吗 她的小奶音 总能让她的心 再一秒融化 陆毅 我马上就睡了 但是睡之前 想和你说一句 我好想你 金夏呼吸一致 大脑一片空白 嗯 只能滴滴回应一句 傻傻地挂了电话 才后之后觉得发现 她说的是 我好想你 金夏有些懊恼 她的那句 我好想你 怎么就没有说出口呢 接下来的四天 金夏彻底和陆毅 几乎没怎么联系 因为要去到偏远地区演出 所以信号不太好 金夏只能一遍遍 看着当地的新闻 希望有媒体 对这个演出 做一点报道 可惜没有 不过公义 本就是默默奉献 如果搞得人尽皆知 不就失去了 它本来的意义吗 金夏一边安慰自己 一边祈祷陆毅一切顺利 平安归来 果然 的 可怜